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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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究竟是做的什么行业 在深入了解王思宜创业的过程中 我们刚好遇到一个特殊的好时期 王思宜说 这段日子正是整个团队最忙碌的时候 原来最近正是春茶上市的季节 可是王思宜和当地一般的茶叶生产商还不太一样 他从事的是茶叶网商 专门负责网上销售 每天这个时候 客服人员都在电脑前忙碌起来 王思宜紧紧盯着前面的电脑图目 因为上面的数字牵动着他的心 不到一个小时 营业额就已超过五万多元 这个是我们整个中国的一个地图 就实时的订单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分析出这个地方 他是喜欢喝什么茶叶的一种香香 有的到村里面的话 我们或是给他送到村委会 然后他自己去请一下 就是覆盖到全国各个角落 打扰一下 今天这个出了多少单了 大概是三千多块别 三千多块 那咱们这个有统计过 一天最多的时候能出多少单 太多了 没办法去统计 这个就是说像我们2013年的时候 双十一当天的销售是450万 450万 然后当天的包裹量是5万3的一个包裹 三年的十天里 王思怡生意越做越大 甚至已经遍布到全国的各个乡村 每天的订单更是络绎不绝 在王思怡手下工作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如今已有一千多人 曾经叛逆的网络少年 都如今的成功创业商 王思怡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偶然看到马云的一个演讲视频 他话中说 未来电子商务始于是80后90后的孩子 是否能从网络销售铁关系 一句话让这个90后少年从网络和游戏里找到了商机 而家人的不看好 也让王思怡更有了证明自己的想法 为了不让王思怡继续沉迷网游 家里提供给他十万元创业启动资金 可谁也没有想到 以前一天只卖出几单的茶业生意 通过网络销售订单连连增加 到现在每天可以卖出一千多单以上 这样的销售量 让王思怡经商多年的叔叔和父亲惊叹不如 他们不敢再小看互联网的影响力 而王思怡的生意也慢慢扩展开来 他在安西也开了一家茶叶端业合作社 一传十十传百 当地的茶农也纷纷表达出合作的愿望 现在差不多有一百一十户左右在这村里面 但是我们还有邻村的隔壁镇的合作社都严合 近几年合作社名气越来越大 邻村的王振超便是这两年加入的新成员 听说您加入了这个王思怡这个合作社啊 不错 这个合作社这茶叶的销入稳定 这收入比以前好多了 收入啊 收入能有多少一年 收入一年有二十几万 以前呢 以前很少了 五十几万钱呢 有时还是找不到的 现在是好得多了 下来翻了一倍哦 翻了好 两倍哦 很难想象一个90后少年创造出这样一笔财富 同时改变了自己和别人的命运 可是常识电子商务的创业者不在手术 为何王思怡是得到这样的成功 面对我们的问题 王思怡送接了六个字 细节和服务化 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了解客户的心理 提供优质的服务和免费的赠品 便是王思怡的绝招之一 而这些赠品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你能确保每一单这个订单不会出错吗 本身我们这边有一张放货单的 需要调整款少量以后才能出单的 你觉得这个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在于服务跟细节点 就像我们这边 他每个客户来我们这边买的茶叶 我们都有随着包裹 每个包裹里面放的性价比高的产品 这个几百块钱的产品 我们会同时送上三次包 让它去品尝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是 售后服务保证卡 有一个产品跟规格数量 推过原因 就是说直接在家里面等着它 不用跑到说我到哪里去 寄这个包裹很麻烦 所以说我们做到了这个上额服务提示 在王思义这里 顾客购买几十块钱一斤的茶叶 会随着包裹 赠送三到五小包 价值几百块钱一斤的高等级茶叶 只有这样微薄的利润 才能吸引更多的购买力和销售市场 这或许就是王思义 把电子商务做大的主要原因 网购服务究竟是否有如 王思义所说的那般好 我们仍存在质疑 几经周折 我们联系上这位北京的网上买家 杨汝番 最近他在王思义的网上商城 购买了四斤茶叶 随着这份茶叶 他能收到哪些惊喜呢 正好您又是在北京 所以我们就是选定了您家 然后过来做一个算是一个调查吧 可以可以 你一般是多长时间能从他们家这样网购一次 一个半月差不多 因为这些东西 请个电话 你好 您在楼下 我在506 麻烦你送一下吧 我用客人好吗 签收的时候 从快递员口中 我们了解到 运送途中 这家网上商城的快递 都是摆放在所有货物最下面那一层 它这个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这个箱子 它们都是定做的 它硬度比较 你看 哦 确实这个纸箱的这个硬度是非常好的 它就是比较不怕压 不怕压 这个 它也称 称到了一百多斤以上 一百多斤没问题吗 没问题 我来你试一下 哦 我踩一下试一下 就这样 你踩平边一点 我就这样上了啊 诶 确实没问题 我这样使劲跳一下也没问题 看到这个小小的这个纸箱能承受大概一百多斤的重量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它这个茶叶应该是这样在里面就不会碎掉 打开包裹 我们发现里面的包装也非常讲究 这个它包装的很老实 谢谢 谢谢 这边它有送这三个这个赠品啊 基本上都是茶叶是吗 对 还会有其他的赠品吗 其他的不太有 像有时候可能偶尔你说逢年过节 它会有个赫寒 你先给它买 它可能会有个赫寒 里面放一个小红包 里面可能钱不是很多 对 就年纪就买了一次 里面虽然只有一块钱 但是觉得很贴心 王思怡这位90后少年 网络实现了他的梦想 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 年龄不是问题 敢于坚持 敢于拼搏 才是关键 王思怡成功的秘诀是细节和服务化 其实呢 这也是很多成功人士共同的秘诀 细节和服务化这个秘诀 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呢 让我们通过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 斗力国来印证一下 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 年龄39岁 职业快递员 靠送快递五年积攒了200万元 斗力国是一名普通的农民 18年前他两手空空的来到北京 如今他光车就买了五辆 那他成功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随着网购的流行 快递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每天印度能见到 骑着电动三轮车 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 不过您见过开着跑车 送快递的情景吗 今天快递员斗力国 来到北京一家汽车4S店 他就想买一辆跑车去送快递 大黄蜂它的外号 它的编音元素是来源于 美国的编音金刚 我知道了 但是踏实 大黄蜂跟科外勒 就是一回事呗 对对对 如果您要开的时候 有那种蓄质歹发 有那种野兽的脱缰的野马 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猛 对对比较猛 斗力国是出名的快递摆放哥 因为他靠送快递 五年就赚了二百多万元 他的脑子里 总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开跑车送快递 就是他近期的一个梦想 如果我买了这个车呢 我就推出一个高端快递的这个货 首先高端呢 就是收费肯定要高 比如原来我这是一个快递 我收费十块钱 那我现在有可能就一百五十块钱起价了 起价一百五 对 那什么人会花一百五十块钱 这个市场肯定会很大 比如说我要是开这个车去送花 我就增加一服务 你不敢说的话 我替你说 就是我拿着花 我替你说 什么 我爱你啊 什么我喜欢你啊 是不是 因为有的人比如说他求爱也好 求婚也好 他就送花 怕这个女的不同意 然后呢 不同意自己还受打击 万一呢 这女的要哥哥什么 再打他一堆怎么办 就我替你去 你给我钱到位 我替你去说这些话 我也不怕爱打 虽然买跑车的钱暂时还不够 不过对于这位快递百万哥来说 目标一旦确立 实现只是时间的问题 豆里果干了十年的快递 如今已是一家快递分公司的经理 那么他又是如何靠送快递积累财富的 豆里果所在的分公司 负责北京凤凰城一带的快递月 中国一点 公司里开始准备下午要送的快递 咱们现在这一天 咱们这个点得收多少货 像这样 多少货 送四千 送四千 四千 四千是一个什么概念 四千多点 就是去年跟今年有没有变化 去年这个时候一天送了一千多 这个时候 今年就变四千多点 近两年 豆里果公司的业务量 每年都以百分之七十的速度增长 不过在他看来 这个增长市场还没有到达爆发阶段 我是我的理解 在中国现在就成一人 才得上淘宝买东西 还弄电脑 然后农村人呢 现在还没有学会淘宝 过来年 你等下那农村人 都是去淘宝 那个时候那个量 迅速增长在快递业务 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的加入 虽然辛苦 但是在他们心里 送快递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你干快递几年了 三年了 怎么就干上快递了呢 挣钱多 挣钱多呀 我看你戴着眼镜 你是大学生吗 对 你觉得这个职业 你觉得将来 钱就怎么样 我觉得那像现在那个考公务员 几千个人抢一个位置 我觉得没必要 没那个必要对不对 这个踏踏实实干 也 但是我觉得还喜欢 送快递一个月 你觉得能挣到一万或者两万吗 有了有肯定有个可能了 我也见过 有人拿这么高工资 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 就是一个月挣一万两万 我觉得我会有可能挣十万一个月 是吗 好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 月收入上万 是他们的奋斗目标 不过这个目标 斗立国早已实现 2013年 斗立国花了上百万元 承包了北京一家快递分公司 这些钱都是他送快递挣的 对他来说 每个月送快递 收入两三万元 都不再画像 同样是快递员 斗立国有哪些赚钱的秘诀 为什么普通的快递员 一个月就这么三四千四五千 您能挣这么多钱 那这个肯定是有技巧的呀 这其实 有绝效 有绝效 那肯定是有绝效 有绝效的 那今天啊 咱们就试试啊 就这些快件 我们跟着您一块送一下 看看您的绝枪是什么 可以可以可以 第一步您拿到快件了 有什么绝枪吗 第一步的话 我会先把快件做一个细分 就是公司的跟住家的 然后呢 这些要分好 而且那个包括像公司的这样呢 他九点前基本上公司都有人 我是九点前就是要跑到公司楼下 我要让客户第一时间收到他的那个快件 就是说公司先送 对 公司 对 快递员送一份快递 能赚一块钱左右 要想在相同的时间里 送达更多的快递 合理的路线规划十分重要 上班时间先送公司键 没人接收的几率会大大减少 您好 两位是季先生 你好 你好 谢谢 给您那个 您让我的名片 然后这上面有我电话 您要发费币啊 非常有空需求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包括这个淘宝 连送两家公司 我们并没有看到 独立国还用了哪些独门秘籍 还没来得及问他原因 他去把我们带到了一个 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 您这怎么知道 我们这都被深迁了 但是人家 其实这个 我们呀 客户人比如每天在跑 会一个出汗 得老得到那个洗手间洗洗手 洗衣脸 要不太脏 见面就是洗干净的 对 这个给人一个好的印象 没有一个好的形象 你说你去到那儿学了 一看满脸是土 满脸是泥的 在这儿除了这个洗干净 还有什么呢 这个跟这一个洗干净 还有什么关系 还有什么关系 其实呢 你说您看就是有镜子吗 我有啊 经常会戴镜子 我对着镜子里面 我说来加油加油加油 然后你是最大的 在卫生间里实现自我激励 在卫生间里实现自我激励 不过 不过仔细琢磨一下 这里还真有些成功学的味道 一番激励之后 我们又跟随 豆力果送了几份快递 秘诀还是没有发现 我们不禁怀疑 是不是 豆力果不愿意 把它的秘诀展示给我们呢 我刚才跟着您啊 就看了送了这几件 我感觉您也没有什么 用特殊的办法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啊 就是这样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但是呢 就是你要坚持用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坚持发明片 坚持呢 就用所说的叫 那种叫文洋文说的 叫什么大善 你要跟人家那个多交流 多发明片 你看一张明片 比如我这一盒明片 有可能只需要十块钱 但是呢 我有可能用这十块钱 能驳回来十万块 原来有些事情看似简单 秘诀在于坚持 这看似简单的发明片 就曾为豆力果 带来过一单二十万元的生意 凭借着聪明努力与坚持 豆力果的快递事业 蒸蒸日上 在圈子里的名气 也越来越大 今天就有几位同行 来到他的公司 参观学习 一定要加大投资力度 挣着钱最晚都得穿 老穿穿穿穿 穿干嘛去 这是那个人在天长 钱在银行 这就不够 因为你公司三五个人 那时候能管 咱们能管 但是你一多 三五十人 七八十人 哇你上哪去管 你管谁谁听 每天我都会闲 像一线的工业 全力员工 学习致敬 这就是老板 就是老板要喊口号 不是要干活 因为这工业就是几千八 花几千八满 我们希望客服在这个屋里面 能稀困一点 你别说老板不舍投资 买一台这个 洛基亚的工 往外面包饰 是吧 我们买 买好 买大匹 就是独大费 电费算什么 电费没有 咱能算 在这些大实话里 蕴含着斗立国 质土的经营领域 斗立国不避讳 自己对财富的渴望 因为他想让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过他也在做着一件 不但不挣钱 还要往里拼钱的事情 在北京收集旧衣物 而且是免费上门收取 从2010年开始 斗立国开始上门 收取旧衣物 然后再想办法 捐赠到贫困地区 对于业务繁忙的 斗立国来说 这些事情 无疑既费时又费钱 他为什么要坚持坐下去 你好 公爵 我们是一张牌的 我们就想看一看 您是今天要捐衣物 还有什么 这些都是 一些旧的衣物 和一批排球 这都是捐的球 这很新 对 八一队的吗 是八一队的 主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球 五二人就是八一队的 然后他们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淘汰下来的旧球 旧球 如果要是不捐的话 平时是不是就 就被掉了 就淘汰了 是吧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用的 它不能用 专业的训练比赛 但是学生玩法绝对没问题 没问题 而且都很好 国家级的运动员 用的球是吧 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都用了 对于来自农村的 道立国来说 他深深的懂得 这些衣物 对贫困地区 人们的意义 其实我小的时候 要是穿这种衣服的话 那就过年了 小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的时候 有一人送我一个毛衣 然后就穿 后面都穿了两年 穿那个毛衣 穿到 哎呦都 真的破的都不行 然后那个 就生狮子 那上面好多狮子 后来那个 我帮有个同学 拿那个玻璃啊 然后我后边那么一划 整个这毛衣都裂开了 连那个后边 那个衣服都都碎了 当然哭的都不行 道立国做慈善 来自一位客户的情报 在收送旧衣物的过程中 道立国感觉 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 而且可以结交 更多的朋友 道立国 一位普通农民 出身的快递员 快递实现了 他的人生梦想 如今 无论何种场合 道立国都会 身穿快递服 因为在他的心中 深深的 以自己设备快递员 而自豪 道立国的成功秘诀 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是坚持做一些 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坚持而成功的例子 数不胜数 在美国 有一位穷困潦倒的年轻人 即使在身上 所有的钱 加起来都不够买一件 像样西服的时候 他仍然坚持 自己心中的梦想 做演员 拍电影 为了寻找机会 他拜访了 几乎所有的电影公司 在经历了1854的拒绝之后 他终于获得了一部 电影当中 饰演主角的机会 这部电影就叫做 《洛奇》 而这位年轻人 就是史太龙 不知道今天 这两位年轻人的故事 对您有什么启发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